第二十五屆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在八日完美落幕 其中由柯振东指导的电影总共入围八项去全书共固 被不少粉丝认为是这次被遇的最大引诅 而在典礼结束后柯振东也发文谈言 虽然已经颁奖多年但心情还是紧张得要死 没想到过了三小时后他要发文开玩笑说 自己喝醉后可能会乱po一些东西 所以要先把它藏在一个我喝醉绝对找不到的地方 在发文中先跟所有工作人员说一生辛苦了 有些艺人有时候真的很难搞 也强调很喜欢北宇这次的活动安排 以及所有颁奖桥段也恭喜所有的得奖者 不论结果如何 他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典礼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